当你在购物街上闲逛时,突然听到哪家店里传来超级喜欢的音乐 或者是在看一段视频时,突然好奇视频中的这段BGM是什么 大概很多人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形 今天的视频中,我将为大家介绍几款手机软件 帮助你精准识别你周围正在播放的音乐 嗨,大家好,我是俊浩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专注于电脑和手机软件的介绍与分享 每周都会上传新的视频 对这类话题感兴趣的朋友,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并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以后的更新了 今天要分享的几个软件,大体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国产音乐识别软件 这类软件的强项是可以识别更多的华语歌曲 还有一类则是对英文歌等西方歌曲识别力更强的国外软件 首先要为大家介绍的这款软件叫做Shazam 软件的公司创立于1999年 2018年9月的时候,Shazam以4亿美元的价格被苹果公司收购 目前软件支持包括iOS、macOS、watchOS和tvOS在内的 所有苹果操作系统 同时软件也支持Android和Androidware操作系统 下载并初次打开软件 软件会要求联网、麦克风和定位权限 其中定位权限可以选择拒绝 软件可能是得益于被苹果收购 界面十分干净清爽 没有任何广告或者内购选项 可以完全免费使用 软件使用方法非常简单 当你想识别周围的音乐时 只需要打开软件 然后按下S按钮 软件就会开始识别你周围的音乐 声音越清晰 杂音越少 识别准确度就越高 在识别结果页面中 为你展示了歌曲名以及歌手信息 如果将Shazam和Apple Music进行链接 并且已经订阅Apple Music服务的话 便可以直接在识别结果页面中 点击播放音乐 试听整首歌曲 你还可以将歌曲添加到 自定义播放列表中 除此之外 我们还可以查看歌词信息 将信息栏向上滑动的话 还可以查看歌手其他热门歌曲 MV视频以及相关歌曲 在音乐库页面中 可以查看你的歌曲识别历史 进入左上角的设置 我们还可以设置 启动应用程序时 自动开始识别音乐 建议大家将此项选择开启 Soundtown的公司创立于2005年 2018年 Soundtown获得了来自腾讯 美的 现代和三星等公司的 共计1亿美元战略融资 Soundtown的软件 支持iOS和Android平台 要求的权限与Shazam相同 位置权限同样可以选择拒绝 软件会在一些地方展示广告 要去除广告的话 需要购买Soundtown的Infinity 售价45元 软件的操作方式 与Shazam也是一样的 打开软件后 按下S按钮 软件就会开始识别你周围的音乐 识别结果中 可以选择视听当前音乐 并且还会在下方显示歌词信息 在历程页面中 你可以找到你的音乐识别历史 进入设置 在搜索设置中 可以找到启动时搜索选项 在软件歌词页面中 除了可以搜索歌手和歌名以外 我们还可以通过搜索一段歌词 来找到你想要找的歌曲 Shazam的优点是 软件设计干净 清爽 并且没有广告或者内构 而且在中文歌曲识别方面 要强于Soundtound Soundtound相对于Shazam的优点是 可以通过搜索歌词 来查找歌曲 这两款软件中 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喜好 来选择保留一个 接下来要介绍的三款国产音乐识别软件 分别是QQ音乐 网易云音乐 和虾米音乐 QQ音乐进入音乐馆页面后 点击右上角的听歌拾取按钮 即可开始识别音乐 进入我的页面 右上角点击更多 然后进入设置 点击添加听歌识取到桌面 就会自动跳转到一个网页 根据提示操作 便可以将快捷方式添加到手机桌面上 QQ音乐除了可识别的华语歌曲 相比之前介绍的两款国外软件更多以外 还可以识别大多数流行的英文歌曲 而且QQ音乐还有一个非常棒的功能 就是可以识别手机上其他软件正在播放的歌曲 我们首先开启QQ音乐的识别功能 然后跳转到其他软件上 QQ音乐就会开始识别当前软件正在播放的音乐信息 这是目前Shazam和Thunder都没有提供的功能 网易云音乐的听歌识取按钮 可以在发现页面中的左上角找到 当识别到一首歌曲后 软件会提示添加快捷方式到手机桌面 或者可以在识别结果页面的下方 找到添加到桌面选项 跳转到网页之后 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 并且网易云音乐 同样可以识别其他手机软件正在播放的音乐 操作方式和QQ音乐相同 虾片音乐的听歌识取按钮 可以在发现页面中的右上角找到 同样会在识别到一首歌曲后 提示你添加快捷方式到手机桌面 或者也可以在识别结果页面的下方 找到添加听歌识取到桌面选项 与之前的两款软件不同 虾片音乐暂时还不可以识别 其他手机软件正在播放的音乐 这三款音乐软件 推荐在QQ音乐和网易云音乐中 选择保留一个就可以了 我个人的解决方案是 保留Shazam用来识别英文以及一些冷门的歌曲 保留网易云音乐 不但可以用来识别中文歌曲 平时还可以在上面听一些电台 因为我现在用Apple Music听歌 所以在QQ音乐和网易云音乐中选择时 不会考虑它们的可试听曲酷问题 在下期视频中 我会为大家介绍一款谷歌浏览器插件 平时观看大量视频内容的朋友 一定会喜欢这款插件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 也不要忘记在视频下方给点个赞 那我们下期再见